职场本身就是一个 不能出众 就只能出局的地方 你这是简历造假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的人生犯了一个 极其愚蠢的错误 我不想被过去的 自己困住 我也不想再浪费 我的人生 这个理由 我很喜欢 我以安盛总裁的身份 邀请你重回安盛 简历都被扔进垃圾桶了 居然还被老板亲自 下派指令录用你 三日我只想本分措施 做一个普通员工 醒来吧 干 干 堂堂一个总裁 我每天闲人没事干吗 我为什么几次三番地 邀请你回到安盛 你真的不知道原因吗 他是安盛集团的王居安哪 我们两个生活环境不同 我也不相信 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 跟你不需要高大上 我可以做到很低 很低 我不想去追赶一个 高高在上的影子 你现在像杰里 与一份唾手可得的爱情 刚刚十一交臂的内容 你呢 必须要家族火力 我可以允许自己失败 但我不能允许自己错过 赖皮是吗 好 赖皮 优秀的女人也有很多 苏默只有一个 我喜欢的人 可只有一个 感情这种事 一旦开始了 就要一条条走到黑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如果你不相信 那我就再说一遍 说一百遍 说一万遍 你能不能进来 你能否认为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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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十亿啊 我跟他们兄弟俩赔完 我想到这个那鬼蛇了 只要他还活着 临时就不会给我钱 难道他比我还重要吗 王俊安 不管你是熊鸡还是狮子 我都一样会把你踩在脚下 我呀 最不喜欢 就是捧一个 踩一个